一路旅行有时候人比风景更美 房车开了两年也有些不大不小的毛病 今天开到了保定房车厂家 等待包修期间厂家会给订饭 我也就偷个懒不下厨了 跟大家一起排队打饭 说说笑笑有种久违的亲切 都说一个人吃饭不去 一起吃饭才香 我觉得各有个的滋味 旅行多年来无数吃的一个人吃饭 有时候也会觉得孤独 但有时候又一想到 陪伴我吃饭的是从未重复过的景色 能在三川湖湖边品尝美食 在夜深人静时对月独卒 就觉得路上的一切都值得 而与人一起吃饭是不一样的快乐 人生路上一期一会的陌生人 共度的一餐一饭都是在交换人生 放下筷子下一餐供饮 又不知是何时 饭后我把积攒了几天的衣服 和沙发套拿出来洗 边洗边跟来来往往的旅友聊天 干了一下午活还真有些累了 旅友们也逐渐散去 这时候突然觉得心里空空的 在营地等了几天 我的车已经修好 临行前 修车的小伙子特意送来了特餐 谢谢你善良的孩子 就继续上路吧 告别今天的温暖 迎接下一站的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